不怕你才干,就怕你不看 Hello,大家好,我是娜姐 当你们很喜欢一个女孩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追她 不要去追她,不要去追她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你要去吸引她呀 就好比大冬天的 你一大早去买早餐 买豆浆,买油条给她 把外套脱下来给她穿 自己动得瑟瑟发抖 你以为你这样,她会被感动吗? 别傻了,人家姑娘 并不会因为你这样做 而喜欢你,而跟你在一起的 你这么做,就是感动了自己 因为这件事情啊 都是情侣之间才去做的 她还不是你的女朋友 她也不需要你的这么温暖呀 人家需要的是你身上的闪光点 你要把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放大 你要么长得帅,要么会唱歌 要么你很会赚钱 要么你有八岁腹肌,要么你会弹感情 总之啊,你要有自己的特色 如果你只是一个贴心的好人 兄弟啊,这真的不是你的闪光点 第二,永远不要去纠缠和挽回一个女人 你为什么要纠缠她呢? 其实并不是因为她有多优秀 更不是因为你有多爱她 真相就是你手上的筹码太少了 你太缺了啊 就像你刚刚创业的时候 如果你是有一个员工 那你肯定会担心她辞职啊 但是,当你有50个员工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再有一个员工辞职,对吧? 因为对你来说,够不成什么影响 你也随时可以招下一个员工 当你没她不行的时候 不是她太优秀了,而是很太low了 你每天担心失去她 每天把她当小祖宗一样供着 你越是这样,她反而越是会离开你 当你失去她,有很多美女找上门的时候 自然就无所谓了 因为你随时有比她更漂亮的女生作为女朋友呀 当你无所谓的时候,她才会在乎你 因为女生会怀疑,你之前到底对她是不是真心的 她内心就很想要去验证这一点 她就重新想要来找你 所以你越无所谓,她就越想要来找你 人性就是这么残酷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渣囊明明对家都那么差了 明明都对家无所谓了 她还不愿意离开 因为她想验证这一点 其实啊,追女孩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 你只需要找一份收入没有什么剩限的事业 什么都不要想,埋头苦干 干她了两三年 弄个房再弄个车 你付个首付也行 这时候你会惊奇的发现 原来大多数女孩也还是会很主动的 她们也会死皮烂点的跟你说 早安晚安 她们也会很主动的跟你说 能不能一起吃个饭 你还真别跟我才干 这个呢就是事实 你缺的不是爱而是钱 男人对女人是不可能很有益的 如果有,要么就是还没有显露 要么就是女的太丑,越丑越纯洁 如果你真的想要异性产生一种纯友谊 有一种方式是直接跟她结婚 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 你们的关系 那种纯友谊真的是太纯洁了 不管你在她面前创成什么样 她是一点杂念都没有 所以靠爱情是没有办法维持长久的关系的 婚姻最稳固的一个支撑点一定是利益 世界上所有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 很多年轻人都不承认这一点 但还是真的不好意思 这个就是事实 这里婚姻法也讲得很清楚 里面哪里有问题讲爱情 从头到尾都在讲如何分钱 所以离婚的夫妻表面上都说是感情破裂 性格不合 那都是表象 本质上就是利益无法得到相互的满足 比如原本女生觉得你条件还可以 嫁给你 但你要是外衣扑个场 你试试她会不会离开你 你突然负债百万 你试试她会不会离开你 又比如女生因为你长得帅跟你在一起 你突然毁容了 你试试她会不会离开你 我觉得大概率是会的 因为她的需求已经无法放足了 所以能够互相提供价值的婚姻 会大大降低离婚的概率 同时对方的忠诚度也会大大提高 因为她知道伤害你的后果很严重 她才会更加的约束自己 并不是说她想要伤害你 而是她的试错成本太高 怕自己的利益受损 明白吗 我要希望别人会因为你诊得好 就不伤害你 就不离开你 而是你要相信 别人会因为你会给她带来利益 而不敢伤害你 只要能够给她带来利益 就算能性格不好 脾气不好 她照样整受得了 如果你不能够给她带来利益 就算你温人顺得像一个小猫 她都会嫌你掉毛 那些世界上的高手 爱情上的高手 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通透人性 并善于利用好这个工具 我是娜姐 关注我 帮你提升感情上的认知 让你的感情少走弯路 感谢观看